整個六四控制家庭保育的工作 操縱頂技術社区和阿州大學社工學學生共同合作 這就操縱頂當地家庭保育的目標來作為基點 讓店家來助於輔助人家家庭和身心狀況 並且提供家庭保育的通報關折 希望可以自由家庭保育的創業 可以優候來控制定來家庭保育的事件 來發生 米花店是很多輔助人客會來拿開店 拿進入頭目的地方 因此就有大學生 選擇一操縱頂當地的米花店來配合 作為選擇風寄家庭保育的股店 提供受害家庭通報的關折 因為以前開店的時候就曾遇到客人有遇到家暴的情況 但是當時的資訊比較沒有那麼透明 也沒有比較像現在這麼發達的這個 通報的一個系統 基本上我們有時候會告知他們說我們這邊有做那個 防爆犯法的一個聯繫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說他們或是周遭的朋友有遇到類似的情況可以跟我們做一個聯繫 就是比如說看到客人有還有什麼身上有沒有什麼新救傷 會關心跟他聊天關心他的境況 那如果他有什麼就是比較不正常的行為 還是他可能有點身上有新救傷 我們就可以跟他宣導說我們有這個這樣的管道 然後幫助讓他們有更多的資源 過去台北婚選擇的地方 都是在社區 家裡有遇到 他們處理就開發 經加這個 需要幫助的對象 這些選擇有很多輔助 都一定會企業的美花店來配合 最有當地 點家之間的竄聯 都是基站的家庭保留在 潛在的對象可能就是像我們說的 婦女之類的 那婦女可以想像出來 婦女在吃的飲食什麼 或是甚至是我們很常會做一些娛樂 譬如說美甲 美髮 美容之類的 利用這些店家他們的支持度 然後去幫助我們去涉略這些對象 在社區 以及台下的共同配合之下 不然哪路是基站在家寶選團 但還是可以有遇到所有的機會 其實家暴真的離我們很近 對 然後我們當以後可能會當社工 那我們希望就是以這次這個精神 然後以後當社工也要就是維持下去 他們也有自己的創意 再加上我們給他的建立 那所以這次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所以在我們草屯之下 就是已經有剝下這個種子的美髮店 那如果說我們再繼續做這件事情的話 希望說我們可以達成全數 大家都認為說這個家暴就是真的 就是違法的 你就是不能做 核心發揮所有 社區全民去做 到最前來店家的專利機器 不當有當賣比亞的台核心 有機會能夠共享社會 躍進到樓室 操得自己的家庭保理皇帝 感謝家庭保理的發生 記得就算 創佈多 謝謝大家